好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升人的灵命提升不了 我就回应就是说 我在传统的方法侍奉 很多人带很多新主 他们在参加教会团庆很兴奋 很开心 但进入全职的侍奉 很难兴起人 但我们经历圣灵之后 真的完全的不同 这是圣灵的感动在人的里面 当人经历圣灵之后 这个释放,这个安慰 让他们看到神的真实性 神这么真实地感动他们 看到神的能力这么真实 看到神的工作这么美好 然后也看到他们也可以有这个能力 他们就有信心去做 也看到能够触摸人的心 所以这个圣灵充满之后 就提升人的灵命就很快 很透切 我想问你 我们现在去第三天 是不是?第三天 第三天在这里 有谁在这个过程 你已经被激励去侍奉神了 有谁?有没有? 我是说本来你没有的 本来没有的 但这三天的智慧 激励你 你有信侍奉神了 请你举手 这三天有的 这三天 神的灵就感动你 你就有信侍奉神 请你举手 举手 你这三天 我们 我们 本来没有 这三天以后就有了 好的 还有这个 五个 好的 好的 没有 无病也吃奉神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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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 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经历到圣灵 所以你愿意吸奉神 有谁是因为你经历圣灵 所以你愿意吸奉神的 举手 这几天 那你说去 普通 普通 普通来说 谁是圣灵 经历圣灵 所以愿意侍奉神 请你举手 已经有信侍奉神的 包括所有人 你愿意侍奉神 是因为经历圣灵 请你举手 你就看到 很多人都是 圣灵 经历圣灵之后 因为经历神的 爱 神的感动 神的力量 神的意志 你就说 神这么证实 我就愿意 被神使用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就是说 原来 经历圣灵 有这么大的果效 我希望我们都 真的多祷告 多亲近神 每天这样做 而且有 弟兄姐妹 跟你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越来越经历圣灵 也超练为人祷告 超练爱神 马上就有 神的力量 你刚才有示范 给你看的 我为这个姐妹 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 有些小时 我是一边说话 但我的灵 飞到神那里 有些小时 啊 扎美主 神的能力 就有灵在 所以我们就 每一个都这样做的话 你就会充满能力 充满能力的时候 很多人是 忧伤的 被医治 有些人是没有 忧伤 但他看到 圣灵的能力 他也愿意 被神使用 他们会尽力 神的平安 喜乐力量 这个是我觉得 圣灵充满 最大的益处 所以耶稣也说 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 在耶路撒冷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就是 能力去做什么 侍奉神 所以在传统教会 没有圣灵充满的 也有人侍奉神 但你发觉 很少人 有这个心 但在圣灵充满的群体 你发觉很多人愿意 吸奉神 这个就是 我的回答 没有力量改变人 所以我们首先 自己多用时间 亲近神 多投入 我们自己也需要投入 很多传道员 被接受祷告的时候 不能投入 为什么呢 我自己是传道 我不能 我不能 倒下来 我不能摇动太厉害 我不能哭 我不能笑 我不能动 因为 不好意思啊 是传道人啊 不能这样 这样的话就难以经历 但很多平信徒 因为 就是觉得 我是平凡人 所以 所以不觉得 要紧 所以就容易放松 其实有些人越困难 越放松 越放松 越尽力 我希望你们都投入去 吸奉神 爱慕神 然后你带着能力 你就操练为人祷告 他们尽力胜利 你就知道神的能力 在你身上 你就使用 我曾经说 如果要我回到 传统教会的方式 吸奉 我愿意祝福传统教会 他们邀请我去长大 要请我去训练 我极度愿意 但 全部时间放在传统教会 我不会 因为在那里 我就会被捆绑 我所做的有限 改变人 也有限 但在圣灵充满的方式 就是爱慕神 但是爱慕神 人也会改变 按手祷告 是圣经所说的 人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这个病气 我们有两个病气 神的话语 神的圣灵 就是神自己 有限就是 有神的话语 是奉 但没有神自己的同在 圣灵就是神 所以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强烈的同在 不但是知识 但很多人是知识 他们认识圣经很多 这样的话 世奉是没有能力 因为圣灵的能力 圣经有说什么了 拯救人的灵魂 教人悔改 是怎样改变呢 这是圣灵进入人的里面 你有没有听过 在布道会的时候 参加布道会 然后在聚会的时候 或者是参加某些聚会 有些未信主人就 扎美主一起唱诗歌 或者是听诗歌 听啊听啊 就感动就哭了 就很感动 就后来信主了 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有的请你举手 参加聚会就哭了 哭了就感动了 信要说了 为什么发生呢 因为在布道会 或者是有些聚会的时候 神的同在前列 人来到这个聚会 听了这个诗歌 心里就很感动 就被感动 就愿意信耶稣了 这个就是圣灵的运作 但这个没有按手 这是诗歌感动人去信主 我们就知道 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同在的话 但是即使这个能力不大 但有神的同在 也有程度的 圣经说神的同在有程度的 撒姆尔 撒姆尔记十章和十九章 讲到一群先驱门徒 跟撒姆尔一起亲近神 在十章的时候 只是这群门徒 在十九章有撒姆尔监管他们 他们在不停地奏音乐 他们应该不是单去奏音乐 而是他们在敬拜神 然后扫罗去到他们中间 就马上经历神的能力 这个撒姆尔是旧约圣经里面 有强烈神的同在的 另外是摩西 摩西上了西来 上来的时候就面貌放光 另外是大卫 他会说到 我有一件事求神的 就是让我住在 在耶和尔的殿里面 占染他的荣耀 向他求问 这是进入神的同在 他在大卫的诗篇里面 讲到怎样从神得利 我将耶和尔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 大卫是经历过神的同在 生命很大的改变 而且他在这个圣殿 当时还没有圣殿 他在这个月桂 这个Tabinaco 这个会莫 他欢迎的时候 他非常的兴奋 安排很多人敬拜 这些很多人敬拜的时候 后来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 这个圣殿就充满神的荣耀 120个祭祀不能战力攻击 这个就是神强烈的同在 然后我们看到以西节 神将他带到天上 见到天上的荣耀 以西节跟约翰 新月的约翰都是见到天上的宝座 见到天上的四火虎 还有天使的同在 这是进入天堂的领域 在新月圣经我们看到 出去教会很多的祷告 就很有能力 彼得在监狱里面 他祷告 然后天使就带他出去 然后保罗在监狱里面 跟希腊祷告 然后这个锁链都脱掉了 然后他就 这个 浴族 监狱的 浴族 普通话 浴族 监狱里面的看守的人 这个看守的人就以为他们走了 但 就是那个 菲律比 菲律比 按照现在来说就是 遇见牢房里面的警察 但在 但在当时 圣经 圣经是用浴族的 浴族 好了不要紧 这个监狱里面看守的人 就以为要自杀 然后 保罗说我在这里 不要自杀 然后带领他们整个家庭信主 这个就是祷告 他们敬拜神祷告 地震动 这个锁链就断开了 这个就是神强烈的同在 圣经里面有记载了 所以我们就说 越亲近神越有能力 而且这个亲近神不但去祈求 而去爱慕神 敬拜神 神的同在就强烈 就带来更大的祝福 更大的能力 这个就是 神同在 帮助提升人 灵命 提升人进入 侍奉这种能力 感谢天父 你们都可以有这个能力 多祷告就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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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zieh derivative谷下 anc algum失�星 就是唯一遍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